盐宝霞 你这哪儿去了 你这个报告是我把你借转回家 2019年 央视上的一则寻人启事让无数国人破防 72岁退伍老兵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背着行囊徒步万里 贴了两万多张寻人启事 只为寻到身患老年痴呆的解发妻子盐宝霞 老人名叫王玉明 从小就是个孤儿 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后来他便参了军 在部队里 王玉明经战友介绍 认识了一生的挚爱王宝霞 当时的王玉明一球二百 一件毛衣穿烂了都舍不得买 严宝霞见了 就偷偷拆了十二双手套 给他织了一件厚厚的毛衣 只是父母离世后 王玉明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温暖 所以他打心底认转了这个善良的女孩 很快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战友们你三毛 窝五毛地帮王玉明 凑够了十几块钱之半婚礼 拿着这些钱 王玉明买了两个脸盆 四条毛巾 还有一盆水果糖做喜糖 什么大建家具都没有 有的 只是两个新人互相靠近的心 他们在部队私务长的主持下 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自从失去父母后 王玉明就再也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但这一刻 王玉明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惜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婚后不久 王玉明就奔赴了前线 之后的几年里 夫妻俩见面的日子趋之可数 连严宝霞的亲戚都劝他 与其守着前途未博的王玉明 还不如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算了 可严宝霞就只有一句话 波斯也要等他回来 1971年 严宝霞自己一个人 偷偷跑到前线去探望丈夫 还带去了亲手缝制的鞋子 可王玉明刚好在执行任务 只能让妻子独自在接待战里待了12天 他没有一句怨言 只是说 你一定要小心 我会为你守住这个家 1973年 王玉明赴远返乡 苦等了三年的严宝霞终于把丈夫盼回了家 本以为这次两个人能好好过日子了 可没想到 第二次的分离却又来得这么突然 2019年 央视上的一则寻人 岂是让无数国人破防 72岁退伍老兵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背着行囊徒步万里 贴了两万多张寻人启事 只为寻到身患老年痴呆的结发妻子 岩宝霞 上节目的时候 正是王玉明老人和岩宝霞结婚50周年 他们无法相依相守 王玉明只能通过写信邀记相思 亲爱的宝霞 这两年你走到哪儿去了 你走到光明市 有好心人报个信 你的男人王玉明 接你回家 眼前的这位老兵 上过战场杀过敌 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 可什么都没怕过的他 如今一提到妻子就忍不住落泪 1973年 从军队复原后的王玉明没有房也没有地 为了给阎宝霞更好的生活 王玉明去到甘肃打工挣钱 然后把已有身孕的妻子送回了娘家 而阎宝霞的娘家 正是河北唐山 那是被迫分居两地的小两口 只能通过写信邀记相思 从寄信到收信 要等一个月时间 备于那时的阎宝霞生活的唯一盼头 就是一年一次的见面 1976年7月23日 王玉明回河北探望阎宝霞 三天后 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地动山摇之际 已经逃出屋子的阎宝霞又返回屋里 叫醒了丈夫 夫妻俩刚起身 掉下来的房梁就重重砸在了王玉明的床上 王玉明的命是捡了回来 可阎宝霞的腿却被钉子划伤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1982年 王玉明在工作室受伤 爱人 阎宝霞带着孩子远赴甘肃 靠着买冰棍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王玉明到现在还留着妻子买冰棍第一天赚的两块钱 那时的货币都是一分一毛的零钱 老人把这些硬币全都攒着 留给子孙做纪念 2008年 他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老两口也终于搬进了新房 本以为可以享福了 可阎宝霞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他开始记不清事情 吃过饭了还说没吃 做饭是一把又一把的放眼 王玉明每天给老伴擦洗身子 还给他买了最好的保险 虽然妻子患病 但对王玉明来说 能相辅到老也是一种幸福 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终究还是拉了空 很抱歉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关于你老伴的线索 盐宝霞 你这哪儿去了 你这个报告 我把你借载回家 2019年 央视上的一则雪人启事让无数国人破防 72岁退伍老兵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背着行囊徒步万里 贴了两万多张雪人启事 只为寻到身患老年痴呆的结发妻子 盐宝霞 2018年1月25日 那大概是王玉明老人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吧 他在卫生间里洗脸 患有痴呆的老伴盐宝霞没看见自己的丈夫 就出门找他 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地派出所调取了沿途的所有监控 并派出了全城警力地毯室搜查 但都没有发现老伴的踪迹 王玉明下定决心 余生一定要找到老伴 从那天起 王玉明背着厚厚的一大雪人启事 二十罐胶水 一床薄被子 再加上几个馒头 然后踏上了满满的寻妻之路 在两年时间里 王玉明每次寻妻 长则半个月 短则一个星期 每天清晨五点出门 骑着二八自行车 沿着国道一遍遍地寻找妻子的身影 他从甘肃龙南的大山里 一路找到沿宝霞的老家和北塘山 一共找了二十多趟 找的次数最少的线路 他也去过四次 王玉明通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饿了 就从行囊里掏出硬邦邦的馒头砍上两口 累了 他就随意找个屋檐 把塑料布往地上一铺倒头就睡 他不是没钱住旅店 而是寄希望于在这种近似与流浪的生活中 能够遇到或许同样在流浪的妻子 可即便这样 他也一宿一宿地睡不好觉 在我吃磨的时候 我就相信他 我就要不要学 我就要不要学 这些时间里 王玉明穿坏了九双胶鞋 灯坏了五个自行车脚灯 他走过一万多公里路 印了两万份寻人骑士 走到哪里就贴到哪里 寻人骑士上的悬赏 金乐业从一万加到五万 再到如今的二十万 而这二十万正是他打算卖掉房子来换的 当时的王玉明已经72岁 身子骨早已不复当年 但即便是冬天 王玉明也穿得很少 他的背包里也只带少量的食物喝水 因为东西多了不方便赶路 两万张寻人骑士贴完了 王玉明就把最后一张挂在背包上 好让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到 2019年 王玉明来到了央视寻人节目 希望通过节目组的力量帮忙找到妻子 只是当老人满怀期待地站在那扇大门前时 门后却空无一人 时至今日 阎宝霞仍然杳无音讯 所以这里也希望大家能继续留意他的讯息 因为他的老伴仍未放弃希望 我一直走下去早上我死了 死着外前给他就空干一堆了 我都在没有 相伴五十载 纵使精力千辛万苦 余生也要相伴在你左右 严宝霞 回来吧 你的男人王茗玉 来接你回家了 我都在 Spotify